最新股市新闻更新 最专业机构分析观点 最权威人士解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迪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今天是9月15日周四 美国股市开盘走低 预示着今日的交易继续震荡 债券收益率继续上升 对美联储将继续提高利率的预期打压了政府债券的价格 推高了收益率 美国国债收益率接近今年以来的高点 周四早盘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周三的3.411%升至了3.459% 自8月初以来 由于预期利率将进一步上调 收益率一直在上升 目前距离6月中旬以来的3.482%的年内高点只是一步之遥 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的数据 利率期货显示 美联储在9月21日会议结束时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74% 市场定价显示 美联储将利率目标上调一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为26% 在经济方面 美国商务部周四说 8月份零售销售增长0.3% 显示出美国消费者在高通胀面前的韧性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五周下降 美国股市周二是大幅下跌到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下跌109点 跌幅3.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约3.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约4.1% 这一下就抹去了股市最近的大部分涨幅 标准普尔500指数市值最大的五家公司 一天内市值缩水4770亿美元 这是自5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天 主要是由于周二公布的8月份通胀报告高于预期 打击了投资者对物价降温和美联储降息的乐观情绪 8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通胀率高于预期 总体通胀率环比上升0.1% 尽管石油天然气价格有所下降 但是核心的通胀率环比上升了0.6% 与去年同期相比通货膨胀率为8.3% 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 整体通胀将下降0.1% 核心通胀将上升0.3% 该报告是美联储在9月20-21日会议前看到的最后一批报告之一 预计美联储将连续第三次加息0.75个百分点 以抑制高通胀 8月份的报告意外的高期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大举加息的时间超过一些投资者的预期 这份CPI报告对股市无疑是负面的 这份强于预期的报告意味着市场将继续受到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压力 这也推迟了市场在短期内希望的美联储的转向 其实市场预计美联储9月会议上加息75个基点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价格已经price in了 8月份通胀仍然下降 只是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为什么市场会反应如此强烈呢 有人说核心商品和核心服务月度通胀的广泛走强 表明一系列上行的通胀风险可能正在成为现实 因此他们预计美联储将做出更有力的回应 可能会加息100个基点 不过美联储官员进入了会议前的静默期 9月份会议前我们不会再得到任何的加息线索 但是基于之前美联储官员的评论和对通胀的认识 下周的政策会议必然会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至少75个基点 但美联储下周加息一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但也是微乎其微 这也正契合了我们上期视频的第二种可能性 并不是完全推翻了马斯克 汤姆利等专业人士对通货紧缩的看法 而是CPI数据鲜明地提醒了我们 在通胀回落到现实水平之前 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厢情愿地认为经济正处于下行轨道 美联储将停止刺激 这种预期可能有些过早 美联储在抑制通胀方面肯定地坚持了自己的信条 他们的意愿是看到美国经济的轻度衰退 而不是将其转变为稳定的经济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二种结果 就是像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说的那样 通胀可能尚未见顶 需要持续大幅加息 美联储理事沃勒说的 如果今年通胀没有缓和或进一步上升 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将基准利率提高远高于4% 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说的 让我们经历更多的痛苦 美联储的加息路径有可能改变 只不过不是向着我们预期的方向 考虑到经济报告如此强劲 我们将不得不考虑美联储可能在11月 也升息75个基点 或者是11月将加息50个基点 然后12月再加息50个基点 比市场之前的预测高出25个基点 在2023年2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不变的情况下 现在对最终利率的预测为4.5%至4.75% 高出50个基点 这也是股市暴跌的原因 预期使投资者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 8月份的CPI报告显示通货膨胀在整个经济领域不断扩大 8月份出人意料的高企消费者价格指数表明 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汽油的问题 上个月通胀普遍上扬 住房成本当月上涨0.7% 新车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均上涨0.8% 在汽油价格下降的同时 食品价格却继续上涨 反映食品杂货价格的居家食品指数 在过去一年上涨了13.5% 核心通胀数据全面升温 从新车、医疗保健服务到租金增长 价格强劲上涨的氛围很广 一切都在强劲地上涨 这是报告中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在周二的通胀报告数据出炉后 经济学家说 住房和工资将是未来几个月 投资者关注的两个关键领域 住房成本上升是8月份通胀的主要推手 而劳动力市场的紧张也让人担心 工资增长可能会让美联储更难抑制通胀 这就是美联储最担心的地方 留给美联储的时间不多了 年底或明年年初之前 美联储必须将通胀打压下来 2%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但也必须看到实质性的下降 通胀如果居高不下 工资上升是必然的问题 到时就是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 滞胀就在眼前 美联储已经站在悬崖的边缘 好在今天美国铁路工人 因劳资问题的大罢工取得了进展 面对高企的通胀和好几年都不涨的工资 很多人已经无法维持生计 目前美国整体的就业市场紧张 工资上涨 失业率低 铁路公司正在努力解决服务问题 他们说这是由于工人短缺造成的 这也是白宫和美联储面对的最棘手问题 数万名货运铁路工人 准备在周五凌晨12点01分举行罢工 这可能对整个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 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罢工 潜在的货运罢工 可能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 又一个动荡可能即将出现 显然 拜登政府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拜登总统和白宫官员出面调停 周四早上最大的货运铁路公司和工会领袖 达成了一项临时的劳工协议 以避免全国性的罢工 而罢工已使美国经济的一部分陷入瘫痪 在通货膨胀率徘徊在40年高点的情况下 交通中断可能会扰乱供应链 给物价带来新的压力 主要商业团体和主要铁路客户 如能源公司和全国性零售商 一直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避免罢工 终于双方在周四表示 他们在谈判中做出了让步 达成了一项持续到2024年的协议 其中包括在5年内将工资提高约24% 该协议可以追溯到2019年 其中包括批准后工资增长14.1% 工人们将在2023年7月获得4%的加薪 2024年7月获得4.5%的加薪 以及5次每年1000美元的一次性支付 在新协议中健康保险的供付或免赔金额没有变化 拜登总统说 这项初步协议对我们的经济和美国人民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他赞扬了工会和铁路公司 本着诚意进行谈判 达成了一项初步的协议 使我们的关键铁路系统继续运转 避免我们的经济受到干扰 美国铁路客运公司Amtrak周四说 他们正在恢复在周五可能发生罢工 最后期限之前暂停的长途列车服务 该公司发言人说 客运铁路供应商正在通知乘客 让他们乘坐下一班发车的列车 货运铁路公司本周已经开始暂停部分货物的运输 其中包括被列为危险化学品的工业化学品 以避免货物在罢工时被困在他们的运输网络中 铁路部门的官员说 他们很高兴避免了罢工 正在努力全面恢复服务 政府数据显示 美国约27%的货物是通过铁路运输的 AAR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称 停止美国的7000列长途货运列车 每天将减少超过2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美国去年的经济产出为23万亿美元 平均每天630亿美元 如果工人们真的开始了他们筹备的罢工 这将是30年来的第一次罢工 如果货运罢工真的发生 特别是如果罢工持续时间长 可能会给本已脆弱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劳动力市场的紧张 工资迫切需要上张 已经在某些领域体现出来 包括华盛顿州西雅图学区的教师 要求加薪的罢工 已经导致4万名学生至今还未开学 如果工资问题在全领域开花 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所以美联储的任务迫在眉睫 即便是经济衰退 金融市场崩塌 不过我们也不能活在无限糟糕前景的预期之中 现实是虽然对8月份通胀下降的预期 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但是仍有迹象显示通胀正在放缓 很多数据是有滞后性的 所以向后看 当前数据已经显示房价走软的一些领域 如住房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CPI中体现出来 这当然也需要一些时间来渗透到数据中 在公布CPI数据的前几天 市场一直在上涨 美联储某位官员甚至直接出来放话说 我对股市的上涨感到非常的不满 因此 随着让投资者逐渐认识到 通胀可能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高位 市场出现喘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者已经做好了美联储本月 将主要利率上调0.75个百分点的准备 那如果10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 通胀有所缓解 未来几周股市大概率会出现 你不愿意错过的涨势 周五 密歇根大学将公布消费者信心报告 印美联储已经表示 正在关注消费者通胀预期 现在这份报告可能更具重要性 在通胀依然很高的情况下 美联储当然不能停下脚步 但他们要以多快的速度继续前进呢 这依然是市场最想知道的一个问号 好了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更详细的市场分析和投资策略 请关注我们的会员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